按照炼金术师们的说明 怀师先打开了最上面的箱子 取出其中的信物 一面染血的镜子 放进秘仪的嵌孔中 然后根据顺序 投入了诸多材料之后 便有光芒迅速亮起 来了来了 怀师眼前一亮 熟悉的抽卡环节开始了 可当光芒熄灭之后 秘仪之中却空无一物 没有任何的东西 也没有任何的声音 甚至不曾有任何的存在 遵照召唤到来 火童聚落没有回应怀师的召唤 他愣了一下 回头 看向远处的零十九 零十九也一脸茫然 很快 向着怀师传达剑桥上的剑翼 继续 在短暂的沉默之后 怀师迅速地更换秘仪中的祭品 并将信物更换 一只巴掌大小的稻草娃娃 放进了嵌孔之中 光芒亮起 玄机消失 依旧 空无一物 雷鸣之山没有回应 沉默再次到来 这一次 没有等剑桥上的剑翼 怀师的动作在此开始 放入了一颗缩小之后 干瘪的猴子头颅 启动秘仪 光芒消散之后 秘仪一片空空荡荡 神隐之管没有回应怀师的召唤 当怀师第四次更换霉处 秘仪的矩阵指向 种下夜之梦时 随着光芒的亮起 沉默终于被打破了 一只类似巨型土拨鼠的古怪生物从其中展现投影 它的头上戴着一顶矿工样式的安全帽 上身穿着一件古怪的夹克 肩膀上还扯着一柄铁锹 沉淀之塔 以挖掘和地下公事而著名的深渊大群 同时也是象牙之塔在地狱中的合作对象之一 有不少分院的营剑中都有他们参与 可如今 降下投影之后 沉淀之塔环顾了一下四周 端详着怀尸陌生的面孔一愣 确定了是象牙之塔的召唤 便张口发出尖锐的声音 啊啊啊啊啊啊 嗓门奇大无比 好像好几个低音炮爆炸了一样 把怀尸给猴猛了 不知道他在搞啥 可旁边马赛克狼狗却举起身上的牌子 上面的字迹转化 开始为怀尸翻译尖锐的啊啊声 很抱歉 朋友 象牙之塔 那只沉淀之塔咆哮着呼喊 你们的召唤 这一次 回应不能 我们 为什么 怀尸问 此处启用 有人 雷鸣之号 沉淀之塔继续中气十足的咆哮 诸戒之战 上一次的契约 规定不准 我们 爱莫能助 说完 吐蕃鼠一样的大群之主向怀尸鞠了个躬 转身消散在投影之中 雷鸣之号 怀尸愣了许久 难以置信 倘若他不是学练金术的时候专门补了历史的话 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一系列的玩意儿也根本就没有任何卵用 就纯粹是一个 象征物和摆设 用来象征身份和代表某种东西 有时候贵不可言 有时候分文不值 就好像东夏普系的华表 俄联普系的圣像 罗马普系的法西斯 美洲普系的新天地宣言一样 甚至不只是陷阱 就连深渊之中各大势力也具备着这样自身的代表之物 这种东西 非授予不得使用 制造起来麻烦无比不说 而且还是个用完就没了的消耗品 但同样 也能够代表自身所属的势力所表达的某种意愿 就好像是代表着凋零区的地狱大群 泰坦之海的雷鸣号角 这群传承巨人血的深渊诸儒们是凋零区中不折不扣的霸主 曾经在上一次的诸界之战中把这里原本的主人炼狱工厂主们 所代表的大托拉斯硬生生打爆 既然雷鸣之号在这里被吹响 那么就代表泰坦之海的权威同样降临在了此处 所有非泰坦之海所属的地狱大群不得善入 好像是兔子不敢进入老虎的地盘一样 不管老虎究竟在不在 一旦进入 就意味着挑衅 但如果真的是泰坦之海想要和象牙之塔争夺这个地狱的所属权 早就正儿八经的亮明正身了 哪里会早不吹晚不吹 长春藤联盟叫人的时候不吹 偏偏轮到自己这边的时候开始吹喇叭聊聊 用脚后跟想都知道是长春藤联盟搞的鬼 可偏偏理气这个东西最麻烦的地方就在于这里 不在于他真正代表的那些大佬究竟在不在这里 而在于 你究竟在不在意那些大佬 诚然 地狱这么大这么多 泰坦之海的面子未必到哪里都好使 而且敌对派系也绝对说不上少 但长春藤联盟就吹了个喇叭 就让自己手头可以召唤的选择至少少了一多半 怀师的心情顿时变得糟糕起来 在不远处 林十九感觉到这位老师身上越发不妙的意味 缩得更往后了一点 怀师没有勃然大怒 只是站在昏黄的夕阳之下静静地抽完一根烟 抬起脚踩灭了烟卷之后 从箱子里那些信物没处之中挑挑拣拣 将那些肯定不会回应自己的东西筛掉 留下来的都是泰坦之海的敌对派系 和根本就不在乎这些立场纷争的庞大大群了 同样 雇用的价格 也肯定会更加的昂贵和苛刻 但是到如今怀师还有得选吗 他平静地将一块干瘪的蛇尸放入召唤秘仪之中去 然后静静地等待 随着光芒的亮起 庞大的阴影从其中缓缓升起 来自大群之主的威压随着星红的眼瞳扩散开来 象牙之塔 宛如铁石铸就的服役恶魔 石像鬼出现在了秘仪之中 低头凝视着自己的召唤者 是陌生的面孔啊 无所谓了 他停顿了一下 默然地问道 年轻人 我遵照象牙之塔的召唤而来 你需要铁石聚落为你作战吗 庞大的威压向前扩散开来 可预想之中的惊慌未曾出现 那个年轻人抬头端详着他 淡定汉手 没错 灾厄乐师 嘿 我曾经见过像你一样的人类 石像鬼好像便有些古怪 但很快便回复了正常 只不过语气并没有那么冷漠了 听上去你对我还算满意 怀师的眉头微微挑起 我们可以开始谈谈条件了吗 石像鬼沉默许久时候 语气渐渐变得严肃 我们的要价并不便宜 我明白 怀师耸肩 洗耳恭听 那么一座城堡 如何 在短暂的对视之后 石像鬼张开雪盆大口 内部需要有足够40个石像鬼 驻扎和歇息的祈祷堂 具体的规格在这里 自尖锐的手爪中浮现出一张羊皮纸 上面详细地记述了城堡具体的 战地面积以及内部的配置 包括塔楼 城墙和护城河的详细规格 乃至内部的秘移布置所需要的材料 一切都是最高规格 这就是雇用他们的价格 作为曾经作为守护神存在的石像鬼 也被称为夜行神龙 其本身具备着强大战斗力的同时 也拥有着深渊里难得一见的良好操守与品德 至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背叛过自己的雇主 只不过 要价从来高昂 而且会随时拒绝雇主不合理的要求 简单来说 虽然有操守 战斗能力不弱 但是十分难伺候 而且对于契约的背叛者 将会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杀到天涯海角 如果怀师在这里答应他之后 又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 那么从此之后 地狱里所有的石像鬼都会是象牙之塔的人为头号仇敌 象牙之塔所需要付出的 是在一年之内 为他们在地狱中修建一座供他们栖身的城堡 而作为回报 将会有20名石像鬼在此处为他而战 期限是三个月 过了第三个月最后一天的凌晨 哪怕多一秒他们都不会留下 平心而论 这个价格已经十分夸张了 不得不说石像鬼这一刀仔的有点狠 但怀师答应得非常利索 反正掏钱的又不是他 自己刷卡罗素买单的好事可没有第二次了 随着怀师签下名字的瞬间 数十名庞大猙獰的轮廓从召唤秘仪中走出 除了刚刚和怀师谈判的寿命者之外 20名来自冤岸要塞的石像鬼带着自己的长枪和头毛出现在了秘仪之中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 他们将为象牙之塔而战 这些能够飞行的地狱物种除了硬得下人的防御之外 本身就是铁石构成 也就是说 哪怕暴露在黄昏之乡的黑夜中也不用担心会石化 本身的作战能力更是通过无数次雇用战争得到了认可 紧接着 怀师挥手 示意临时久先将石像鬼带入外围驻地中去 依旧留在召唤秘仪前面 然后投入了下一件媒介 随着光芒的亮起 乘着巨大蜥蜴的黑色蛇人出现在了刻印之中 身披着黑色的鳞片 背负着弓箭和弯刀 黄色的树桶直勾勾地看着怀师 微微收缩 似是端详 怀师歪头 同样看着他 许久 微笑着说 开个架吧 就这样 在半小时之后 21名石像鬼 80余名蛇人不死均一只总数超过800的深渊蜀人军团 总共有三只来自各处的地狱大群加入了铁金座的阵营之中 而目送着闹哄哄的鼠人拥挤在一起远去之后 怀师抬头 凝视着天空中即将快要逝去的黄昏之光 却没有停止召唤 而是在短暂的沉默之后 从怀里拔出美德之剑 插在矩阵之上 光芒 再一次亮起